各位,我們因為登記發言得很踴躍,那是不是可以先徵求我們在場? 因為我們現在有三位議員在場,我們是不是先請議員先表示一下意見? 那我們先按照我們登記發言的順序,好嗎? 不好意思,我們登記第一位陳碧霞、陳小姐,不知道你們在哪裡? 我們先說明一下,我們每一位發言的時間限制是兩分鐘,因為登記的比較踴躍,不好意思 好,那這樣好不好,我們就一位三分鐘,那麻煩請... 兩分鐘太少了 好,那我們三分鐘,好,三分鐘,謝謝 大家平安,廣執開發建築物,順速建而建是好的,但沒有順著地質安全地帶建,這才是重點 要開發廣執除了公開透明,就是要簡單,有價值,不要成為文職館 簡單就是以公園綠地,老人活動中心,社會住宅為主,不要弄得很複雜 所謂的沿街商業大樓,是不是飯店,是不是電影業,遊樂場所,親自館,婚姻中心呢?我不知道 其實簡單就是美,廣執原來是社會局 供老人居住活動的地方,我們希望延續老人的活動 台北老人越來越多,政府要有警戒性,急迫性,把公園放大,樹保留 讓老人有個去處,腳力不好,爬上困難,管制的價值,讓老人在此安全緩慢的活動 可以做安心班,早上老人送來,照顧晚上接回,社會局也有錢賺,不是很好嗎? 要蓋著行政大樓,是否地質鬆動不穩的危險區,要審查 這樣沿街要蓋商業大樓,好像高強,從福德街大馬路看不到公園綠地,視野不好 這叫公園開放嗎?用目測的就可以看到廣執這塊地,每年都一直在下線 原來廣執,前半部是沒有建築物的,因為我在這邊長大的,除了水塔外,福德街原來是河,都是集水區 每況糟糟糟,堆積破碎的地帶,鬆動不穩地帶,要蓋沿街商業大樓,放心嗎? 八個月前,政府在園區拔了書,又開了一條新路切割,是違法的,政府不是說還沒有開花不能動嗎? 是要規避房品嗎?是因為我恐懼,我害怕,我擔心,我住家會傾斜激略,是沒有辦法恢復的 因為99年博德,車族地上,舊建築物的時候,我家就像921地震那樣,搖得很厲害,恐懼 當時我有記現實,道之博德,從99年,我每次都參加說明會,都提同樣的題目,官員們都說,先見再說 為什麼政府有錢,開一條新路,沒有錢,請公信力,地質專家的技術師進行專探呢?評估呢? 不是啦,不能只有考,重視藝術,實質也很重要,都會會要審查,依法行事要誠實面對,一定要還兵,不要再回答我,先見再說 不然大家全輸,就是因為地質敏感不穩,所以把公園放大就對了,輸就保住了,就解決了,少開發建築,不蓋沿街生業大樓,一切都OK 好,謝謝,在接下來,下一位發言之前,我們再補充一下,因為人比較多,基本上五位統問統達一次,每位三分鐘 那在進行下一位之前,我們這邊介紹一下,松光李、蔡福來、蔡里長,蔡里長在哪裡?好,謝謝 那另外一位,松油李、張海秋、蔡里長,謝謝 那我們登記第二位發言的是一位,楊靜立,是楊先生還是楊?